主料,鸡蛋4克,迪金面粉80克,辅量,油,盐1克,白糖90克,牛奶60毫升,白醋3滴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鸡蛋4只,蛋黄,蛋白分离,装蛋白的容器,必须是无油无水无蛋黄,打蛋器的头也擦干燥,蛋黄中加入30克白糖,用打电器化散, 倒入牛奶,食用油,边倒边搅拌,删入低筋面粉,完全拌匀即可,蛋白中加入几滴白醋,将蛋白用低速度打到鱼眼泡状加入20克糖,继续打,打到肥皂泡样子,再加20克白糖,打到了久闻露出现的时候,再第三次加糖,继续打,转高速打,打至提起有直力坚挺的脚,将3分之1蛋白倒入蛋黄糊, 将切拌好的蛋黄糊全部倒入蛋白糊内,用刮刀切拌均匀,像炒菜一样从下往上翻,将面糊倒入内板锅内,在台面上轻磕几下,排下气,放入电饭包,盖上盖子,按煮饭键,过几分钟之后,会自动跳到保温状态的, 然后再出气孔上盖上湿毛巾,这样过20分钟,拿掉毛巾,再按下煮饭,再跳到保温,再盖上湿毛巾再过20分钟,就可以打开看看有没有熟了,一根牙签插入,保体看到没有占物的就是烤好了,反之,盖上这么10分钟,烤好的蛋糕无需倒口, 下面是淡色的,冷却后自己会缩小,自动与蛋壁脱离,这时候倒扣到盘子里,可以吃了,这壁部分都是金黄色的,比烤箱的要更香嫩,烹饪技巧 一,蛋白蛋黄分离后,蛋白中不要混入蛋黄,剩蛋白的盆要保证无油无水,不然打不发,鸡蛋不能是干冰箱里取出的,蛋白一般在20度的时候, 最容易打发,而打蛋白的速度,是从一开始的低次到后来的高速,这样也可以更好的打发,在蛋白中加一点点糖糖粉,或者几滴柠檬汁,也是可以帮助打发的,检查自己的打蛋器上有没有沾水,油水肯定打发不了,三,两种面糊拌在一起的时候,一定不可以串圈圈哦,不然会消泡泡的,上下左右前后半半就可以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